中广论坛 各位中广论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王玉敏 很高兴今天再次可以在未来一个小时服务大家 那我想呢今天最大最重要的新闻 还是有关于国安特情走私烟品的问题 我想这件事情呢 其实已经变成是国际重大丑闻 那这件事已经从礼拜一延烧到今天礼拜四 已经是第四天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多数日报的头版 都还是是以这个为最主要的标题 那包括最新的消息 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 一个小时华航董事长谢士谦 他也出来召开记者会了 那让大家很惊讶的是 这一次走私的烟品呢 总共的数量 华航公布的资料是109条的香烟 还不是之前大家震惊的9200或是9800 这个破万条的这个走私的烟品 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彼案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华航最新的说法 这个谢士谦董事长呢 他愿意这个一肩扛 就是说这个如果董事会有做出什么样的决议 他都会接受 但是其实今天的重点 可能并不在于这个 是不是只有董事长要走人的问题 大家其实想要去探究的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国安的弊案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华航他在刚刚的记者会里面呢 特别去强调说 这个他们其实有分一般的采购 跟所谓的专案 那这一次总统的出访 就是属于专案的部分 所以他们的SOP 是没有严格的要求的 一般他们在一般的免税品的采购 他们有个SOP 而且有集合 但是因为是总统的专案 那他们就没有这个比较严谨的管控的流程 所以等于是任由说 这个国安单位报来多少的数量 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往上加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的大爆量 已经到一万零九条 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那华航还是照单全收 那这当中当然其实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是 今天也有所谓的前华航的这个人员出面表示说 过去的总统的出访 今天公布的数字 从2014年到现在 的确他们订购的宴品的数量 可能也有达到这个几千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但是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夸张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数量呢 他严格的规定是 你所有订购的免税品 一定是要上飞机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出国的时候 在这个飞机上面 就是你跟这个空姐订 打开这个免税 然后就是订这个免税品 然后空姐可能隔一阵子来帮你刷卡 然后东西就会交给你 这个叫做标准的 你订购免税品的这个标准流程作业 但这一次让大家最害意的是什么 就是其中九千两百多条 根本是没有上飞机的 他就是这个国安局的人 这个订完之后呢 这一批货通通堆在哪里 堆在华善的这个整个的仓库里面 保税仓库里面 那基本上这一点是违反这个作业规定的 因为等于是你这一些产品 有出境吗 没有啊 一般免税商品是要在境外买 那这个才叫做是一个免税商品的采购 但是你今天这些品 这些用品根本都没有上飞机的情况底下 然后是在飞机旁边作业 大家还记不记得礼拜一传出来的时候 就是总统府调了五部车来 然后急急忙忙要把这一些烟品 通通上货车 然后随着这个货车 然后就要出去假装说 这个是跟着专机回来的 光是这个部分的做法 跟过去所有是在飞机上订购 这样的个做法 就是出现了非常大的奇异 那为什么今天大家要检讨就是说 为什么华航可以任由这样子 的情况发生 这明明已经是违反了相关法令的作业原则了 那为什么还是可以放行 那另外一个呢 大家现在最直言就是说 你这个超庞大的数量 华航的库存恐怕没那么多 所以就传出来说 华航是四处去调货 就是跟其他的免税店啊 其他的这一个航空公司啊 就是去调这一些货来 然后来满足这个国安团队 他下单的这个这么庞大量的需求 那这个部分也是过去比较罕见的 那为什么华航要配合的这么的好 这个也是大家的疑问 所以关于这一些比较关键性的疑点 事实上在刚刚华航的记者会的部分 都还没有做出最充分的说明 那在刚刚的记者会当中呢 这个华航表示说 未来他们就不要再卖这个烟了 就是说未来这个即使你是专机 他们不要再提供这个烟品的预购了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他认为这个就是未来不会再发生 类似这样的情况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外界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 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华航是一个脉络 华航到目前为止 他提供的乘储名单 曾经报给这个交通部的乘储名单 他其实是主要是整个空品处 他的副总还有下面的协力 但是这种一大过两小过的惩处方式 连交通部自己都不买单 那外界当然也不会满意 所以我想今天华航董事长出面开记者会 只是给外界一个交代 但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究竟这整件事情 包括他当时是怎么去调货 跟哪一些地方调货 量大到目前是10,09条的这样的香烟的量 那这当中 这个华航表示说没有高层 都是没有高层 来指示一切就是下面的人自己自动完成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实 我觉得除了华航自己的说法之外 因为这件事情 现在也进入到这个司法调查的阶段 那我认为相关的检调人员 他们今天其实也约谈了一位华航的空评部的组长 那这位组长已经被约谈了 到底他所说的跟今天华航对外召开记者会 所揭露的这些讯息是不是会一致 那是不是在这个部分 外界就可以示意 我们还要继续关注未来的整个情况的发展 那当然这件事情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说 华航有人整理了一张表 最近有一部电影很夯的叫做寄生上流 那这部电影呢 现在也有人把它调侃成说 现在很多民进党的这个前民代们 是寄生华航 因为那张表摊出来 外界看了也会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一篮表一摊开来呢 哇怎么通通都是华航相关的人士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包括这个华善空楚的董事长 他其实就是叶菊兰 他是前总统府的秘书长 行政院副院长 也是前交通部长 还有华楚的董事长陈中毅 他是民进党的前立委 华夏航科的董事长赵林 他是陈水扁大学同学 那华旅旅行社的董事长周灵文 他是民进党前高雄市议员 桃园航情的董事长郭荣忠 是民进党的前立委 台湾航情的董事长张扬 那他是之前就是卸任的 何暖轩巴左的资深副总 台湾虎航董事长张宏忠 是民进党大佬詹畅宏的侄子 中华航空资深副总罗牙妹 也是这一次整个专案的负责人 是前官会秘书长邱毅仁的秘书 那中华航空中用品供应处的副总经理 邱章信 他是民进党立委邱毅颖的弟弟 所以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一栏表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这个华航大概是已经是绿化了 他所有比较重要的高阶的这个董事长 或者是副总经理 蛮多都是绿营的人士来担任 那难怪现在外界不断的哭手说 这个民进党是寄生华航 那这样会不会给外界一个吃相很难看的观感 好像所有这些包括国营事业 那都是让绿营人士站好站满 那这样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次又爆发这么重大的事件 大家一定觉得这样子再下去 华航你可以让他真的专业化吗 那专业的人才可以出头吗 那如果说一个我们这么重要的这个国营企业 他又是上市公司 然后他重要的职务都是用这一种政治的分派 然后哪一党他其实获得这样的权利之后 就把他派满 特别是现在是民进党执政期间 我们看到的这一栏表 真的是蛮瞠目结舌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 今天也有人问到了这个蔡总统 问蔡总统说 这次整个爆发这么重大的国安的弊案 弊端 那这个一下子采购这么大的烟品的数量 是不是跟寄生华航有关 那蔡总统在今天上午 他回答媒体的记者会上 他说这个跟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你认为真的完全没有关系吗 如果今天在华航里面 我们这一些重要的单位的部门 如果你是任用是专业的经理人 而不是完全是由现在民进党的人士所担任 会不会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说 会不会这次这个数量太大了 已经超越前几次两三倍了 这样是不是不妥 或是有人可能会发出讯息说 这样子还要四处去跟其他的单位 调这些烟品来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专业人士他可能就比较会从专业的角度 他提供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 但这一次看起来都没有人踩刹车 然后一路上就放任这个名单怎么进来 然后就怎么配合 然后这个数量就怎么提供 然后一直到现在变成是一个大弊案 然后我们整个司法检调单位要来介入调查 所以你说一个华航单位的用人 然后跟最后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大弊端 有没有相关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相关 因为基本上一个专业的单位 如果你可以用更多的专业经理人 他有专业的守则专业的原则 他会做出专业的判断 但是如果一个单位 你把重要的官位都给一些政治型的人物 那当然就是比较会做出正式判断 那政治判断大概就会逢引上意 现在的这个总统是谁 然后主官是谁 他比较投其所好 他需要什么东西 那你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配合 所以我认为 其实外界现在正在看说 这个事件到底最后华航的上后 会不会在这一些关键的这一些职务上面 会做出一番的调动跟异动 改派一些专业经理人 但是今天我听到的一些讯息 大家都觉得不太乐观 因为这好像也不是民进党的风格 这件事情只要 这个可能有一两个人出来当 这个戴罪羔羊 然后风波一过 可能这个还是会做好做嘛 至少会做到明年这个 2021月11号的选举前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由这次的弊案 看到华航的人事案 我真的认为国营事业 真的不是政党里面 自己去分封官位的 你派人还是要看这个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 或者是不是试人 在这一个位置上面 这是我们看到 今天这一个案情 华航最新的说法 那当然在今天呢 有一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路线呢 就是有关于检调的进度 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想今天检调最新的进度 就是检调人员 进到总统的官邸 去搜特勤人员的宿舍 我想在今天的这一个晚报里面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那这个今天蛮好玩的是 总统府赶快撇清说 这个不叫做官邸啊 就是说进到官邸 他说这个不是官邸啊 那他是这个特勤的宿舍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 总统官邸啊 他的这个范围啊 非常的大 那他是有比较高的围墙架设起来 而且有架设一些安全的防护网 那特勤的宿舍 特勤的勤务中心在哪里呢 就在这一个大范围里面 因为基本上 他不可能离总统 呃住的地方太遥远 所以广义的官邸 应该就是包含这一些我们为安的这个范围内容里面了 但是今天呃这个总统府大概很害怕说是不是会跟这个蔡总统做出什么不当的联想 所以当这个媒体说这个去搜这个总统官邸啊 那他说不对不对 就是只有在特勤的宿舍里面了 很很快的就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切割 那当然今天检掉最新的进度 他进到特勤的宿舍里面 主要就是现在有两名少校已经是呃吴宗宪跟张恒家被收押近线哦 那他相关的一些政务 这个当然是要尽快的保全 而且要尽快的把它找出来 那今天媒体也一度传出来说 有关于团购的名单 好像有在这个搜索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了 那现在其实最关键的 当然就是这一份名单 我觉得我们除了听到华航他最新的说法之外 事实上现在外界最关心的应该是说 诶这个所谓之前传出来50人的名单 听说还有贵妇 那涉及的单位也好几个单位哦 那到底这个50人名单当中 有人算过 就是说50个人 那你如果是以一个人为主的话 现在是10,09条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等于一个人会超过200条的烟 那这么多烟一个人抽得完吗 所以显然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名单如果没有办法尽快掌握 然后尽快让它水落石出 大家的问号 我想就得不到解答 因为现在大家也在怀疑说 名单里面是一个人平均订购200条吗 不是 今天好像用最新传出来 在国防部 连国防部也参与卡 国防部里面说 这个他们要订的时候呢 是一个人限购10条 那如果国防部传出来的是 这种一人限购10条的话 你知道10,09条 你至少要超过这个1000人的订购 1000人团购是一个非常大的名单 但是你说会有一千个人参与 这个团购名单吗 我个人是高度的怀疑 我觉得这一个团购名单里面 会不会有所谓的大小户之分 你说里面可能有的是少数的几条 但是会不会有人是所谓的大户 如果你说平均都是什么10条 平均都是200条 这可能性应该不高 那会不会有人是大户 他可能一个人就占了好几百条 这样子的一个大量 那如果有一个人 他定下了好几百条的香烟 一般人可能会想说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抽这么多 而且有抽烟的人都说 香烟是有保鲜器的 就是你一般自己抽的 不可能一下子订购几百条 因为那种草铺 就是说发霉 这个东西不是长期保存的 所以如果是上百条 几百条这样的订购的话 那我认为减掉 应该要从这一些再往下追查 如果不是定少数几条 那就不是情友托他帮忙定的 好几百条 那你就知道他的作用 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他的土力 转一手 他可能就是可以从当中去蒙利 因为有人算过 整个华航这个免税 加上他八折的优惠之后 一条烟 他可能卖掉一条烟 可以赚五百块 所以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差 那这种利用总统出访 专机 而且还想要用这个总统府的公务车来运送 然后最后结果自己把它拿回来 然后来谋自己私利的事情 这个是万万不可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 当然也有人怀疑说 这当中若有人够上百条 那2020选举到了 有没有人要在从中 把这些东西拿去打通 他所谓在政治选举上的 政治上面的装脚 就是比较要好的装脚就送比较贵的这一种进口香烟 然后希望他在选举当中可以帮忙 那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我想也是不能被允许的 因为他取得的管道来源 那用的都是公务的这个专机 或是公务的车子 如果想要进一步再转卖 那我想就进一步再去贿赂他的装脚 或者是打通他的政治的人脉 我想这个也会是比较重大的丑闻 所以关于这个50人的名单 是不是可以追查出来 那50人名单到底分布是怎么样 现在外界都紧盯着在看 所以我们也希望减掉 既然你现在已经开始征办了 针对外界的疑点 那你真的是要说清楚讲明白 而且这个征办的速度恐怕要加快 你不加快外界的这个疑虑 可能就会越来越高 那我们等一下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重大丑闻事件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奇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柯志恩 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七月十五重新出发 谢彦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我们有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立法委员王玉敏 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讨论到有关于 这个国安特勤人员 大量走私香烟的这一件事情 那当然这件事情 我们持续关注 还有个另外的面向 除了这个 刚刚华航之外 然后呢 另外的面向就是总统府 那这件事情从 礼拜一蔡总统返国之后 他几乎同时间 在这个机场 发表他这个整个 十二天的外交成果 但同时间呢 仿佛电影满天过海一般 背后呢 在整个这个机场 华航这边呢 就是开始上演的是 有人要偷偷摸摸的 把这九千两百多条的香烟呢 从总统府派来的五辆车 要开始把他运上车 那这样的一个情节 仿佛是电影上才会看到 那当然这个蔡总统 他第一时间知道之后 我们知道礼拜一晚上 那他就很震怒 震怒 他就把这个 国安局局长彭顺竹 还有就是之前的 这个司会长 就是一并都换掉 那希望透过换人 赶快直写 但是我想第一波的换人 还是没有办法直写 这件事情要直写 大概只能把整个真相 摊给这个全国的民众来看 才有直写的可能 那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 是蔡总统第一时间 知道这件事情震怒之后 他并没有出面 他都是透过总统府的新闻稿 甚至昨天在宣布 这个新接任的 国安局局长的人选 邱国正的时候 总统还是没有出面 总统是到什么时候出面呢 像是到今天早上 他去参加一场 这个生计论坛 因为同时 我也在隔壁 我参加另外一场活动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个沿路上 为什么这个沿路上 一度这个环东上面 还塞车 那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前方 就是不久才出了车祸 那是总统的 为安的车队 所以这个不晓得 是因为最近发生事情 大家特勤人员 心情有点低落 这个连今天早上 要这个前倒车队 也出了车祸 那蔡总统在出席 这一场的这个论坛之前呢 开了一个非常短的记者会 就是大概没有超过十分钟 那在这场记者会呢 我蛮仔细 回来之后 蛮仔细听 蔡总统到底 说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蛮遗憾的 蔡总统 他既然要开这一场记者会 基本上啦 第一个我觉得 他不应该再利用一个活动场合的空档 来开这场记者会 因为显得会是 他没有很想面对媒体 也没有很想郑重的说明 到目前为止总统府的做法 因为这发生 爆发这么重大的一个国安丑闻 照道理来讲 这个就是总统 呃 辖下所掌管的这个国安单位 他应该是要在 第一个召开地点 我个人认为 应该要在总统府召开 就是一个非常正式 而且严肃的记者会 这是第一点 地点的问题 那第二点呢 总统他所强调的三个重点 我觉得第一点他就强调说 这个是这个 过去以来的激喜 我们看到这几天 这个民进党人士也好 激烈在带风向 就是要把这一件事情呢 推说这个是长期以来 累积下来的激喜 所以也不是只有蔡总统会发生 那个之前前朝马总统的时候呢 甚至有人说李登辉时代 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那我认为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 去拿前朝来救援 这个就代表说 你没有很想彻头彻尾的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会说谁当家 谁负责 那这一次人赃巨货被发现 而且货车都已经到了 要上货车了 这一件事情 就是发生在蔡总统任内 而且他的量是爆量 如果说要把之前比起来的话 他这个是过去的量 他几乎是这一次 一万零九条的量 就是过去四年加起来的量 都不及这样子的量 所以他让事情是更严重化的 也更需要去检讨的 所以你的第一点 就说这个是过去以来的激喜 我认为这个就是有点要闪避 或者是要让前朝来分担自己的责任 这不是一个感觉说 你愿意承担起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个很好的回应跟做法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 蔡总统需不需要为这件事情 跟国人道歉 那很多的这个舆论是认为说 他也应该要道歉 因为毕竟在他自己总统任内 而且是他的国安单位 传出这个重大的丑闻 那应该是要道歉 结果呢 今天我们有听到蔡总统的道歉 但是他的道歉呢 是因为说 这个他的外交成果非常的丰硕 而且长达12天 那他们的成果被掩盖了 然后也失交了 所以呢 他要表达歉意 他说外交人员表现非常好 社会要给肯定 我觉得一码归一码 今天如果蔡总统他定位 是要针对整个重大的国安丑闻 来做回应的话 那他可能中间又插了一段 这个外交成果 他最在乎的 这次整个外交成果 的确是被毁了 被模糊焦点了 然后他的道歉 又扣在外交人员身上 他是对外交人员觉得很抱歉 我觉得这跟目前 这个整个重大国安丑闻 大家希望蔡总统 出来说道歉的意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外交成果被毁 这个也是事实 外交人员很认真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一码归一码 今天应该是说 爆发这么重大事件 你看连续几天 这个日报的头版 然后打开电视 新闻媒体 所有政论节目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对台湾社会 是产生影响的 我认为他要切割清楚 他应该是要针对 这件事情 跟台湾的民众 说一声抱歉 然后他再来展现 他整个要怎么样彻底去改革的决心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今天蔡总统 整个在记者会上的说明 我认为他还是没有办法 真正就是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把这个问题摊开来 然后讲得很清楚 另外一个就是外界在质疑说 总统府到底怎么派出这个车辆的 那从发言人到今天总统的回答都说 那就是世卫市需要车 所以就派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总统府的作业 如果总统府支援了两部车 这两部车怎么派出来的 大家都在问说 那是谁核定的 总统府这个部分就是避而不答 就直接说 反正就是世卫市需要车 所以就派出车 大家知道总统府是一个 作业非常严谨的地方 那如果今天货车要出去 应该要派车单 而且应该要载明是什么样的事项 而且也应该要上面长官的何可 更何况这一次是一个爆量的情况 他派的车可能比以往多 因为要多载这么多的烟品嘛 所以这个部分 当外界在追的时候 也有媒体提问 但是呢 其实蔡总统还是没有给一个 很清楚的答案 我认为了 总统府如果要自清的话 他应该把自己的行政调查 好好的在总统府做一个公告 那大家听完了 可能就也不会再画上很多的问号 但很可惜 现在还看不到这个行政调查报告 那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再回来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柯志恩 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七月十五 重新出发 谢彦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历凤 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势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 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 我们有 想听分析 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事 内容会更多元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立法委员王玉敏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总统府 对于这一次国安丑闻 他的一些立场跟看法 那当然了 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蔡总统这一次 会非常的震怒 非常的生气 的确这一次 他整个外交的出访 他花了很多的心思 而且长达12天 特别是这一次 他在美国停留的时间 非常的长 他是去的时候 过近过夜两晚 回来的时候 也是过夜两晚 那美方那边呢 大概也是 对蔡总统不错 就是有给他一些 自由活动的空间 那所以呢 他原本是希望 打外交牌 就是说这一次的外交牌 顺利的出访 然后呢 回到桃源机场的时候呢 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整个成果 那将来这些成果呢 还可以做成很多的影片 然后去传送 那这个会对于这个 蔡总统拼下一任连任 是有加分作用的 那没想到 这么辛苦的努力 然后被这一次 整个重大的国安丑闻 所有的努力 通通都被摧毁了 所以难怪 他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当然也可以理解 那他另外一个生气 当然就是说 会不会因为 这一次的事件 连他的连任之路 也因为这一次 国安爆发 这个重大的丑闻 而造成他连任之路 没有办法顺利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爆发这件事情之后呢 未来事件交易所 这个蔡总统 他的这个股价 马上暴跌 到只剩下4.8块 一度暴跌 然后再慢慢升回来 但是以他现在 这个事件之后呢 他在未来事件交易所 他的股价就比不上韩国瑜 所以你说这个蔡总统 他会不会焦虑 他当然是会焦虑 而且也会生气 就是说 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包 然后把他的这个 所有原来的计划 真的都是被打乱掉了 那所以 这个部分呢 我们真的是 看到说 整个政府 你是执政党 你对于任何的危机 对于平常任何的管控 你真的是要步步为营 因为一旦一爆发一个 很重大的丑闻 或弊案的时候 对于现任的执政党 都会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是重创的 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 在评论上面 这个公孙策 他其实投稿 他就说 这个国家是靠 绍走打共肥 撕烟护国安 然后东厂整政敌 我想如果一旦 这一个口号 变成顺口溜的话 那这个民进党2020 还要不要选 这真的是 民众光看到 这几句口号 就觉得说 撕烟护国安 这个太离谱了 因为前阵子民进党 还极力要主张 推这个中共代理人法 就是要诉诸的 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让这个 境外的势力来渗透 然后影响我们的国安 那没想到这个国安危机 就出现在蔡总统的身边 是他底下的国安团队 爆发这么大的丑闻 所以后续我们 可以密切来关注 这件事情到底 对蔡总统的影响 会有多大 那除了看蔡总统之外 他当然是这个 2020要拼连任的候选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 2020大选的情形 那2020大选呢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当然就是韩国瑜 那韩国瑜现在已经是 国民党确定提名的 这个候选人 而且这个礼拜天 即将要召开的 728的国民党全代会 那应该就是不会有意外 就是直接就是会通过 然后由韩国瑜来代表 国民党担任这个 2020的总统候选人 那现在外界呢 其实也在关注说 那总统如果是韩国瑜 韩国瑜的副手会是谁呢 这个听众朋友 也可以想一想 那这个网路上的网友呢 也可以这个 表达一下你们的看法 你们觉得这个 韩国瑜的副手 谁比较好 可以在网 欢迎在这个网路上留言 那这个外界现在 其实有一些揣测 不过最新的是 韩国瑜自己开出了 这个副手条件的人选 他说这个副手条件 要有国际观 而且呢 他要有对经贸 要有一定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呢 他可能对这个 副手人选喊话 我觉得可能会最吸引 这些副手人选是说 他会是有史以来 授权最大的 哇 其实过去在中华民国的 这个总统副总统的搭档里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副总统好像就是陪绑的 副总统好像就是个样本 因为在我们整个的 这个授权分工里面 还是是以总统为主 但是呢 韩国瑜喊出来说 哇 这个他的副手呢 会是有史以来授权最大的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 过去本来对副手位置 没有什么兴趣的人呢 可能听到他这样喊话之后 是不是就会觉得说 未来当任韩国瑜的副手 可以到 可以有很多的空间 而且他可以到国际上 去参与很多的会议 那很有舞台 不再是之前 吕秀莲呢 他曾经埋怨说 他担任副总统 他只是个深宫怨妇 连发言的空间都没有 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 他的存在 那所以未来韩国瑜 是不是他会转变新的做法 那当然了 现在外界其实也在猜 就是说 这个韩国瑜的副手 会是谁 那几位可能的人选 第一个我们也看到说 这个网络上面 现在有人留言 这个我们是青年挺郭台敏 那的确郭台敏 现在其实有这个呼声 就是呼声蛮高 因为毕竟在初选过程当中 郭台敏其实是第二名 那如果说第一名跟第二名 可以搭档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组合 包括郭台敏先生 他有很成功的这个 企业经营的经验 那你要论国际官 中华民国所有的官员里面 跟企业家有跟川普进到白宫 见川普的 我想这个郭台敏先生 应该是第一人 那他不只是川普 他跟其他国家的领袖 其实也曾经会面过 所以现在的确 有不少人想要促成韩国配 那只是说 现在郭台敏先生 人还在海外 那7月28号 国民党的全代会也确定 因为他不在国内 所以没有办法出席 但是国民党内 现在的确有一股声音 非常希望这个韩国瑜 跟郭台敏 是不是可以搭配搭档 那这件事到底会不会成功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 还是要看 未来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 那当然韩国瑜其实也喊话了 他说如果有机会跟郭台敏碰面的话 他会套心套废 就是把一些内心话 大概就可以当面的讲 那我觉得 韩国不断的释放善意 这个是需要的 那可以跟郭台敏先生 有一场面对面 他们两个人私底下 真的是真心的交谈 而且怎么样为中华民国好 然后帮国民党2020打赢这一仗 两个可以有更多的凝聚共识 那把之前一些可能初选期间的摩擦 或者是一些不愉快 都可以透过深谈 然后去化解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场会面 非常的有必要 那当然如果郭董回到国内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 是不是郭董真的可以跟这个 韩国瑜先生 大家就碰上面 来一场这个过去大家 他们自己口中所谓的兄弟之情的 这个这样的一场对话 我们真的也还蛮期待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郭台敏先生 呼声很高之外呢 这个有人呢 其实特别提到朱立伦了 我看到网路上有网友 现在直接Jason 他提到的是朱立伦了 那朱立伦的呼声也高 为什么 因为朱立伦大家都知道说 他也是财经背景 那他的行政历练非常的完备 那在初选过程当中呢 大家封他是气度哥 就是说一路他展现的 这个参选到底 然后就是也不口出恶言 然后他希望这个国民党团结 一切都是以大局为重 这个角度来出发 那如果说韩国瑜搭上这个朱立伦的话 大家也会觉得是很不错的搭档 那这个加上这个韩国瑜 已经释放出来说 他的这个副手会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有史以来最大 那如果被授权最大 那这个对朱立伦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个 他下一步人生可能可以考虑的选项 那他会不会是韩国瑜心目当中 也是一个好的搭档的人选呢 这个我们也可以再拭目以待 那另外还有一位呼声很高的是张善政 他是武党籍但是呢他担任过马总统时代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院长 那风平也很好 然后他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初选 但是最近大家看到他在争论上面的一些表现 还有他脸书也经常针对这个时事 就是做出他的议论 对于中华民国的未来也有他的看法 那他曾经在Google待过 要论国际关他其实也有 那他有科技背景 那财经他应该担任过行政院院长 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概念 那张善政是另外一张好牌 那曾经这个包括韩国瑜阵营里面 或者比较挺他的电视台 也有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就是说未来会不会是韩国瑜搭配张善政 那以他武党籍的这个身份 可以去吸引更多可能非国民党籍的人士见来 那到底会不会这样子合 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再观止 应该等7月28号这个礼拜天 国民党全代会结束之后 我想事情会越来越明朗 那除了关心韩国瑜之外 有另外一个2020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他既上个礼拜 就是骂人骂得很凶之外 那这个礼拜他开始转变他的基调 骂人没有那么凶 那最新消息 大家其实都在传说 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选 那我们在想 柯文哲要不要选的时候 其实一般人都会去问一下 他的太太的态度怎么样 那果真这个陈佩奇 自己主动在脸书上揭露了 他说他认为 如果觉得可以帮人民过更好的日子 那柯文哲就放手去做吧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个人觉得是释放出来讯息蛮明显的 是有点鼓励柯P 就是出来角逐2020 我想这个陈佩奇 他最近只要是柯文哲下乡 就是除了台北市以外的行程 都陪在他旁边 那我相信他也感受到一部分 就是说民众对他们的鼓励 跟热情 那所以呢当这个夫人释放出这样讯息的时候 那大家认为柯P出来选的几率高不高呢 柯P的回应也很妙 他针对陈佩奇的发言 我也很少听到柯P是这样子赞美陈佩奇的 他就下了一个标说 娶妻当娶陈佩奇 那他们夫妻之间这等于是公开赛恩爱 然后就是说这个太太的部分呢 就是公然在这个脸书上 就是鼓励他的先生去参选吧 那先生呢这个回应说 娶妻当娶陈佩奇 看起来是回应说 你看我这个太太多好 就是知道我的心意哦 那所以柯P的参选 虽然他也是故弄玄虚哦 他自己告诉大家说 他9月1号才要公布 那幕僚又赶快出来说 也不见得是9月1号 9月上旬 但是柯P讲的时候 我觉得无形当娶透露一个口风 他说怎么可能到9月17号才公布呢 因为他如果要当独立参选人 他需要大概部署2000个点 同时下去连数 才可以达到这个连数的量 那听完柯文哲这样子讲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可以想到说 柯P有在算哦 他有在精算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要往这个 参选的这一个路上去走 我觉得他其实准备的功夫 一直都在准备当中 那只是他现在要评估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了 因为前一阵子民调对他比较不利 就是说在民进党也有初选效应情况底下 蔡英文的民调上来了 那国民党有初选效应情况底下 韩国瑜的民调也上来了 那当两党蓝绿两党就是各自归队的时候 柯P就会惨 他会掉下来 但是呢 这个礼拜发生这个重大国安丑闻的时候 我刚刚讲哦 未来事件交易所里面 这个蔡英文的行情下跌 听众朋友知道吗 谁的行情上升 是柯文哲 所以蔡英文捡到烟 但是柯文哲好像捡到枪哦 执政如果不利 对这个柯文哲就变成有利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跟蔡英文的票是有重叠的 特别是在年轻人跟浅绿这一块 他们是有重叠的 所以呢 蔡英文应该很不希望柯文哲出来 但是柯文哲一直在看说 什么时候蔡英文的声量下去 他可以拼到第二名 他就可以出来 因为一旦他可以拼到第二名 他下一步的对象就是韩国瑜 把韩国瑜拉下来 他就是2020的总统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最近柯P对韩国瑜的讲话 也没有再客气了 为什么 柯P为什么要去酸韩国瑜 因为他也把韩国瑜 视为是他未来要参选总统的 第一头号的假想敌 那韩国瑜心里也有数 他也一直说柯P一定参选 柯P是最强的对手 所以到底未来这个会不会真正形成 撒卡都这个整个政治的变化 真的是变化万千 所有政庭的发展 我们就持续关注 2020会不会是新三国时代 撒卡都大战的时代 还有就是未来郭台米先生 会不会在下礼拜就回国 回国之后 他的最新的动态会是如何 今天最新传出来说 他是不是要联署 然后要出来参选 不过立刻被他这个相关的办公室否认了 说没有这一件事情 但是他的动向到底如何 大家也要一起来关心 那我想这个最近政坛 还有这个国安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 的确都非常需要大家持续来关心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个礼拜四 就是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收听 但是也先预告 因为下个礼拜四 我有出国的行程 所以下个礼拜四呢 没有办法服务大家 但是空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又会回来了 8月8号父亲节呢 会跟大家见面 那也欢迎下个礼拜 有代班主持人会来帮忙主持 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中广论坛 一起来关心国内发生的大脚事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分析 拜拜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收听收看